同样都是亲生儿子 斯盛耀自己都说了 他比斯晨更是省心 那到头来呢 他还不是要把自己最值钱的东西留给斯晨 什么不动产都给他 不动产才值多少钱呢 他名下的不动产加起来 最多也不超过十个亿 但是他手里的股票 可就不只是这么点钱了 斯智豪愤恨斯盛耀区别对待 却是又不敢在斯盛耀面前表现出来 只能是强忍着低下头 轻声地说 我知道 爸 我会让这死少 尽量地不跟他起冲突 他做出了承诺 斯盛耀更满意了 拿开放在他肩膀上的手 一连说了好几个好 好好好 你放心 我会多给趁儿做做思想工作 以后他就知道了 兄弟始终是兄弟 血浓于水 嗯 斯智豪信任地点了点头 斯盛耀满意地把视线转在了 斯晨和林安心那一边 他看到斯晨在大厅广众之下 还牵着林安心的手 亲密无间的样子 好不容易缓和了一点的脸色 又被气得铁青 这个戏子 斯智豪还是很喜欢林安心的 有了刚才那一出 他现在完全把林安心 当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所以出人意料地劝阻了斯盛耀 爸 您何必跟一个明星生气啊 反正您不同意 他进不了斯家的门 林安心最好是进不了斯家的门 这样他才好趁机挑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趁虚而入 占有斯晨最爱的女人 可是你看看他那个样子 这里这么多人 他还恨不得粘到陈儿的身上 简直放荡 斯盛耀难掩怒火地低哼了一声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 他以为他在这儿宣誓主权 然陈儿就会娶他 做梦 谁不知道 他的身份上不了台面 就凭他 除了在这儿玩点小把戏之外 我不信他还能翻出风浪来 等到采检结束 我会亲自跟陈儿他妈打个电话 这个女明星太碍眼了 必须要清理掉 不然只会阻碍陈儿以后的发展 爸 这样不太好吧 司少看起来很喜欢他的 你要是硬要赶走灵安心 我怕你会和司少起冲突 司智豪在心里幸灾乐祸 嘴上倒是说得漂亮 司生耀沉着脸 心意已决 你不用管 我已经决定了 他不信 司晨还会因为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 跟他闹翻 我只是担心您的身体啊 司智豪搀扶着他 一只手细心地帮着他顺着后背 医生说你最近血压太高了 要静养才能够好 我没事 司生耀拍拍他的手 扯动了一下贼脚 眼神阴致 不过就是一个女明星 解决他 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的容易 我还不需要跟他动怒 他是司室的总裁 要收拾一个女明星 不过是一句话的功夫 他有的是办法 让那个女人直男而退 两人正在说话间 剪彩仪式就要开始了 就在这个时候 后台有两个人挽着手进来了 他们身高差不多高 同样长相气质出众 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姐妹花似的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其中看起来年纪小一点的人 后台不少人都认识 姜洛儿 姜洛儿是姜家这一代 唯一一个女孩子 从小娇生惯养 从国外留学毕业回来之后 就进入了私事工作 跟她在工作上打交道的人 私下里基本上都会抱怨她的脾气 脾气大 难相处 是个典型的被宠坏的大小姐 至于她旁边那一位 看起来年纪比她大几岁 气质温柔 甜静的女人 就没有人认识了 姜总监身边的那个女的是谁啊 不知道啊 不是说没有人受得了 待在这位大小姐身边 超过五分钟的吗 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就是年纪有点大 不过这位大小姐最讨厌的 就是长得漂亮的女人了 她们那个部门呢 但凡是谁长得漂亮一点 她都要去找人家的麻烦 这一次怎么主动带个美女在身边 该不会是因为人家年纪大 所以她觉得对她没有什么威胁力 拉倒吧 我一个同学的表姐也在她手下工作 人家也是三十出头了呀 也没见她少找人家麻烦 上一次还因为我同学的表姐下班 要和老公约会 特意地化了一个妆 她一整天都找我同学表姐的麻烦 最后都把人给折腾哭了 愣是狼狈的 没有去城约会才算完了 总之呢 她的性格是糟透了 我听我同学说起都觉得气愤 可惜啊 没办法 社会就是这么残酷 谁叫人家出生好 可以任性呢 唉 四周议论声纷纷 四声要也听到了 扭过头看到了两个人的时候 脸色漠然就变了 急步走过去 一把拉住江洛尔身边的女人 严厉地低声道 你怎么来了 那人被她粗暴地拉住手臂 居然一点也没有生气 保养得意的温柔脸上 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轻声地解释 我出来啊 陪洛尔逛逛街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江洛尔霸道地就把她拉了过去 挡在她的前面 扬起了一个娇憨的笑容 跟四声药撒娇 四叔叔 是我把阿姨拖到这里来的 你就别生阿姨的气了 面对她 四声要的神色缓和了一点 揉了揉太阳穴说 我没有生气 这是洛尔 你带你阿姨来这里干什么 江洛尔瞄了一眼 她身后的四肢豪 下巴微扬 一副看我的表情 缓过神 对上四声药的眼睛 甜美地说 当然是参加剪彩仪式啊 你说什么 四声药微微地变了脸色 江洛尔来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 应对她的准备 温言一点都不惊慌 不是可以带人参加剪彩仪式吗 我爸妈今天来不了 所以我代替他们出席活动 我就把阿姨带来了 她搂着身旁温柔女人的手臂 亲密无间的样子 偏过头 还冲着女人甜甜一笑 这才用娇俏的声音 欢快地说 我不喜欢人多的场合 阿姨陪着我 我才不会害怕呀 其他人文言纷纷就露出了 古怪的表情 她不喜欢人多的场合 骗鬼呢 谁不知道这位大小姐 最喜欢高调了 做什么事情都是高调的 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 作为名怨 还经常出席媒体的活动 曝光率都快赶上三线的明星了 比较快赶上三线的明星了